唉,究竟還有多少東西是還未開的?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了 Reall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大家好,我是Van仔,今天又和大家淘寶開箱了 我都開到驗了 究竟有多少東西淘寶可以買不到的呢 我最多下次轉另一個平台買 好,這裡應該是5月份左右的東西 還有一件 這個就是之前在直播廣播的4K螢幕 但給我預期中有些東西是窄清的 這個就真的只是找一條影片慢慢說 對啦 另外的氣氧就是這些3K螢幕 其實裡面應該有其他怪怪的東西 不關電腦的東西的 我們會篩走它,我們只是說一些電腦的東西 這點看起來好像是3K螢幕 之後呢 我想應該也是有3K螢幕 還有其他東西 都不關事的 Toto應該是這兩件東西 主體 還有一個橙色的保護頭 那這卡是什麼呢 如果之前有看到我們的2.5吋X2的 Railing的外置SSD盒 大概就是它的嚴重 上次我也有說過 其實我不需要很速度快的外置裝置 所以就找了這個牌子 其實我其實不會讀的 你也知道那些紙 讀法就不是那種讀法的嘛 這個就是一個傳說中它自稱它可以把兩隻 Hardis或者兩隻SSD 分開獨立的一個裝置 正常有一個mode叫Jboard Jboard這個mode 理論上它不會加速 但是會把兩隻Hardis融合 但我上官網看它就說 可以獨立的 所以我就很有興趣試一試 究竟它這個funnet是怎樣的 因為這隻都可以使用USB3.1 但是呢 我純粹想試它Jboard的功能之下 那就簡單單單試一試吧 其實上次我們說過的Unity 缺點在這隻上都沒有了 因為這隻的size比較小一點 也蠻換的 跟著一個USB3.1的Type-A 轉到Type-C的adapter 這個就是細音的 Type-C去Type-C的線 另外還有一條 上次的Unity沒有的 這次這個有了 有一條是電線 一個USB拿電的電線 但就不是正常的 好,還有一支螺絲批 減的螺絲批 頂部還有就是螺絲 下面有說明書 保收卡 還有必定會有的Hardis 12的貼紙 入於時間關係 我們拆了兩隻PASTA的M6S Plus 都是2.5吋512GB版本的SSD 主要這兩隻是跟之前我們在UNITEC的時候借在一起測試用的 但那時候沒用到,因為用了2TB 現在就試試用JBAR去控制它們 打開它 其實這個size就相當滿意 因為它是一個薄身切勁 裝兩隻SSD進去 就會看到它的明顯分別 相當淺的 空間是很窄的 另外一邊呢 基本上我們就不會上螺絲枕直接摸它 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跟之前我們介紹的UNITEC 因為UNITEC只有RAILING 這隻就會多一點分順 就有JBAR之外 也會有RAILING和RAILING 還沒死了 喂喂喂喂 還沒死了 吃屎了 然後就拿回剛才跟著的Type-C線 然後就接上它 因為我這台機沒有USB3.1的JN2 所以只要走JZ速度 速度就不要緊 因為最主要是找回它 究竟是可以走兩隻SSD 還是合一隻SSD Windows X 切碟管理 它真的可以出兩隻 好厲害喔 OK的,這裡我蠻滿意的 可以按確定了 看看新成果是怎樣的樣子 現在多了兩個獨立的SSD 在同一個裝置上 多可能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fix我之前的問題 就是不及baring的情況 減硬的速度 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了 好,最後 DACER的東西 這個也是SSD的一些測試 機器我們很流行做SSD 大盒反而是不重要的東西 哪有人這麼白癡用我 盒裝著兩條線 這裡分別有一條 就是USB3.1 Gen2的Type-A線 轉到Type-C 另一條就是Type-C 最主要是這些線 我經常都不見 所以特地買了兩條回來 補回我的不時之需 而氣勢來的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SSD裝置 其實我家裡有很多SSD放在這裡 沒用的 所以我都想著 很輕一點就叫做活化它們 好,我家裡就這樣 這個這麼小的東西 都是一條SSD 這個是一個早期的2240 上下的Size的一個SSD 其實我也忘了這個是2240 還是242 這張就是比較早期的 常見的M.2 SATA介面的SSD 現在就很少品牌會有 這條是Transfer 應該只有Transfer 現在還有賣 沒錯啦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針對它設計的一個外置盒盒 這裡有一條Type-C線 C-A 而另一條就是 貨手機用的OTG線 有一包的零件 螺絲等等 這次我們這件 這個品牌就是街形 嘩,很貼的 嘩,很噁心 貼著這東西,我搞什麼呢 異形 先補出來 嘩,很噁心 洗手 其實這隻SSD 我放在這裡一段時間都沒有用 看板有256G的話 不如就弄成手指 起碼有多樣東西可以拿去 你當作給朋友用也好 什麼都好 就弄著它好過放在這裡浪費 一賣掉的話也可以 但是你說 現在的SSD 賤的地底來的時候 你賣出去100元OK? 所以就用10來20元的盒子 裝著它 放手指也好 不如叫KiB 總之是下面三隻腳這款 怎樣插都不會錯 雖然你看上去 兩邊是平衡的 但是有少少長幼的滋分 怎樣裝下去呢 其實跟你一般裝的方法一樣 只不過這個頭有一點奇怪 45度角 斜斜地按下去 你會看到有一個斜角 在這包的螺絲工具 先拿回需要的東西 由於盒子裡沒有任何教學 教你怎樣裝上這件 自己摸一摸 我們有天才波 當中的螺絲 分了兩種 一眼就看得出 但至於你說 為什麼扭上去的螺絲 只有一個 就讓大家猜到大家 很簡單 鞏固著 SSD就完了 然後就是這件 關鍵 裡面有些坑位 自己留意一下 不要夾爛 應該是這樣 OK 就這樣就放下去了 然後呢 就封死它 找些學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LED燈位 這裡有個 檔片 有個孔孔的 留意方向不要插錯了 否則是不會發光的 還有要看螺絲口的位置 有些斜邊 就是有顆螺絲 扭下去之後 不會凹出來的 這些你也要注意一下 不過它的螺絲批 這個就真的 有點窄細了 是比較難扭的 OK了搞定了 類似一個打火機的尺寸 然後我們找一隻 我用了很久的Sony來對比一下 1 2 3 這隻就是之前我們說的 ORICO的 MVME版本的SSD 比較長一點的 因為始終你見到MVME 都沒有短身的 另外這隻是很久以前的Sony的外置SSD 都很早期出的 所以我買的都差不多7塊 很難得貴 那時候同期已經有這麼小的SSD 只不過 當然外置的話就有一點點錢 那時候就 基本上放在機上已經覺得很貴的時候 你怎麼會再資呢 現在這麼便宜才會有考慮的 只要這樣看尺寸 我早上都以為是差不多尺寸的東西 但現在變得很小 而且這隻本身是用USB 3.1 Gen 2的 沒錯 亦都是全速度的 可以走回那個速度 即是500、600Mbps左右 即是它的理論數字 所以這隻我們是時候選擇 把它拆到電腦上去試一試 同樣地因為我們沒有USB 3.1 Gen 2 所以隨便可以用它就算了 因為本來這隻SSD 之前用不開了 所以它就一定可以直接拍得到 很簡單拍得到這件東西 就當它就完成了 大致上這次淘寶開箱的東西就這麼多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SSD的東西 除了你的Picture版剛才的螢幕之外 你看看現在家的SSD 其實是多於我的Hard EC 那麼多東西用就未必多於Hard EC 大致上這次淘寶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有興趣的按讚和訂閱 可以讓朋友聽 其實有很多SSD的活化裝備 在淘寶上可以買到的 基本上它的規格上都不差 可以去到USB 3.1 Gen 2 如果有興趣把舊的SSD活化的話 不妨就上淘寶看看 好,就這麼多 好,耶 好,耶